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所有投资者都会遇到多次经济衰退 然而从投资者在经济衰退时的行为 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投资是否会成功 然而,从投资行为学的研究数据来看 情况不容乐观 因为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时 人们更倾向于存钱出现更多负现金流 并把关注点集中在短期投资上 因此,君君将用数据举例说明 这些行为会对投资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给大家提供两大经济衰退的应对措施 最近一项Morningstar调查显示 68%的投资者预测2023年将迎来经济衰退 各大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 也在讨论经济衰退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而经济学家们也认为 目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去年,经济衰退一词在Google搜索中 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著名投资公司Frankeland Templeton 利用12个不同的经济指标来评估经济衰退的风险 截至于4月30日的经济衰退风险指数显示 与上个月相比,情况进一步恶化 就业信心从黄色变为红色 而失业救济申领和货车运输从绿色变为黄色 虽然这些指标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也无法告诉你几月份会进入衰退 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评估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实际上经济衰退的广义定义 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GDP都是负增长 另外,Fidelity公布的经济周期 也显示了美国在Late Cycle和Recession的临界点 估计要等到美国正式宣布已进入经济衰退 Fidelity的数据才会把美国更新到Recession的位置 有趣的是,据调查显示 74%的投资者预计在经济衰退中遭受亏损 而令人惊讶的是 而他们预测至少会亏损22%左右 从历史数据来看 自二战以来的共11次经济衰退中 美国股市只有一次跌破了22% 即2007年的金融危机 当时跌幅达到了36% 而在其余的10次经济衰退中 其中有5次股市实际是上涨的 实际上这也很正常 因为经济衰退只是指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出现负增长 不一定伴随着股市的下跌 总的来说 投资者们对股市下跌的预测 通常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因为经济衰退本身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这种悲观情绪越大 投资者就越容易感到惊慌失措 从而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据行为科学家雷贝卡称 对于投资者而言 听到经济衰退recession这个词 就像在剧院里听到有人含有火灾一样 会让人惊慌失措 但实际上 经济衰退是投资和经济中正常的一部分 它并不像火灾那样严重 它更像是演出中的小失误 演出仍将继续 所以不必慌张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87%的受访投资者在经济衰退时 率先采取了措施 他们改变了各自的理财目标的优先级 为了减少损失 从工转手 一半的投资者 还调整了自己的投资组合 放弃了长远目标 变得更注重当前的利息收入 在经济衰退前做些准备没错 但这些主流的应对方式 恰恰坠入了投资行为学中 最典型的错误行为模式 在经济衰退时 投资者只关注短期投资回报 而忽视长期投资 例如 他们会把重心放在减少损失上 甚至想要完全规避损失 过度关注获取短期利息 当人们越在意经济衰退时 他们越容易自动放弃长期投资机会 接下来 君君就盘点一下 经济衰退的正确应对措施 第一 实施正确的筹备 作为投资者 你无需预测股市将下跌多少 何时开始下跌 或者何时会跌至股底 这些预测都没有意义 因为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 除非你能够穿越时空 到未来一探究竟 你要做的只是冷静 并有理有据的做好准备 切记不要慌不择路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可以采取的准备措施也不同 如果你担心 未来经济状况不佳 导致大规模裁员 那么储备更多的紧急资金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这些就属于有理有据的做准备 人们在经济衰退时常说现金为王 比如之前股市表现好的时候 很多人会晒出他们的投资账户 涨了多少 买了哪些股票 如今 人们更关心哪家金融机构提供的利率更高 全部都在存钱 然而 君君并不是说把资金放着收利息不好 毕竟君君一样用着Robinhood和Fidelity这些金融机构 可以让闲置资金获得4.65%和4.53%的利息 的确美滋滋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些是闲置资金 不是一直放着拿利息的 而是随时要去投资的 可是许多人专门把投资变现 专门等着获得利息 或者预留大量的现金 如果把投资目标改的天翻地覆 或者推迟一切投资 或者清仓甩卖所有投资 这些基本属于荒不择路的下策 而当你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这样做的代价非常大 举个例子 你就懂了 该图展示了在2007年到2020年间 投资10万会发生什么 其中包括了08年的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 两位投资者慌不择路选择抛售 其中一位被狂跌的股市吓到了 决定再也不踏足股市 那么他的资金 只剩下了57,320美元 另外一位等了股市一年 觉得逐渐稳定了 有开始向上走的迹象了 他把当时抛售所得的5.7万重新投资 到了2020年已经变成了195,315美元 这13年获得了年均7%的回报 另外一个投资者相信长期投资 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也没有恐慌抛售 到了2022年 他的账户已经有29万9,780美元 这13年获得了年均15%的回报 因此请一定要保持冷静 持续把多余的资金进行投资 尽你最大的努力坚持自己的投资计划 不要轻易跑偏 也不要突然停下手中的投资 告诉自己等等再说 实际上 经济危机时才是最佳的投资机会 主要因为两点 第一点是潜力股将会更便宜 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更多的市场波动 能让你以更少的本金购买更多有潜力的股票 你所购入的每一股 日后都将成为你财富大爆发的种子 有助于加速实现你的投资目标 这就跟大家想要在房价跌时买房子 是一个道理 第二点是跌得越狠反弹的越高 自二战以来的数据表明 经济衰退过后 美国股市会经历强劲的增长 比如在经济衰退后的三年和五年里 S&P500指数平均上涨了33.4%和50.6% 在这些经济衰退数据中 每年超10%收益的 在三年后的数据中 十次中有七次 在五年后的数据中 十次中有六次 因此 对于那些持续放长远眼光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 我们也可以看看自1994年后 美联储加息前后股市的表现 在第一次加息后的12个月 S&P500有9.2%的增幅 在整个加息过程中 美股年均会有5.3%的增幅 当最后一次加息完成后 美股在三个月后有9.8%的增幅 在六个月后有17.4%的增幅 在12个月后有30.2%的增幅 看起来 在最后一次加息后投资 是个不错的时机 但问题是 没人知道哪次会是最后一次加息 就连美联储的发言也不准的 因此 唯有坚持投资 你才有机会乘风而上 否则就会后悔错失机会 另外 蓝色代表的是有分红的股票和基金 在美联储加息时期以及之后 有分红的投资表现也不错 大家可以酌情购买 华尔街传奇Peter Lynch有句名言 在过去70多年历史上 股市发生了40次暴跌 即使其中39次我提前预测到 并在暴跌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我最后也会后悔万分 因为即使是跌幅最大的股灾 股价最终也涨回来了 而且涨得更高 历史数据也表明了 市场中间的波动 并不会对你的长期投资 目标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如果你在管理投资时常常冲动 或者对资金有很强的情感依赖 那么在经济衰退中进行投资 可能会很困难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寻求投资顾问的帮助 作为中立方 他们会更加理性地管理你的财富 并为你解释每种投资行为的优缺点 帮助你了解专业知识 从而使你更加自信和放心地进行投资 第二个经济衰退的正确应对措施是 做出有根据的猜测 即可减少恐慌 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 平均每七年会发生一次 但如果有黑天鹅事件发生 衰退也可能随时到来 因此 投资者需要认识到经济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不必惧怕 每一次经济衰退 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有耐心的投资者 会因此获得丰厚的回报 正如股神巴菲特的老师Benjamin Graham所说 股市是一个机器 会把财富从没耐心的人手里 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里 换句话说 在股市这场博弈中 我们需要学会推迟满足 才能实现更长远且更有价值的目标 因此 大家需要牢记三件事 一 经济衰退是投资之路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你所能做的很少 二 如果你想跟他对抗 很多时候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三 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经济衰退的发生 但我们可以抵制冲动 尽量避免做出那些短期内让人感觉舒服 但长期会导致错误决策的行为 如果你需要投资理财规划 或者想知道如何利用好一下个经济衰退 可以点击右上角预约咨询 我们会为你提供更多专业的支持 让你更自信的投资美股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经济衰退 切记在行动之前跟投资顾问探讨一下 获取一些专业建议 当专业人士也认同你的做法后 再有条不紊的行动 在投资过程中 避免冲动和坚持长期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因为经济衰退而丧失投资的信心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 即使在股市暴跌中 那些能够坚持购买并持有的人最终都走出了波折 并获得了爆发式增长 接下来 军军将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 20岁到70岁 分享如何在2023年进行投资 并应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 每个年龄段都单独做一个视频 同时 军军也会为大家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指导大家如何正确地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关注军军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投资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军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军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 下